俄羅斯國防部說,一架載有92個人的軍用飛機從度假城市索契起飛之後沒多久就在黑海墜毀 機上乘客包括著名的軍方阿力山大紅旗歌舞團的成員 有關官員說,在俄羅斯海岸外發現的飛機殘骸和一些屍體 在距離海岸1.5公里的70米深的水下發現了飛機的主體 這架圖154飛機在當地時間早上5時40分從索契起飛,幾分鐘後就從雷達上消失 當時這架飛機正在飛往俊利亞一個空軍基地 目前還未有跡象顯示飛機墜毀的原因 有關官員說,駕駛艙並未有發出遇險訊號 感謝方訂閱 通訊號